大满贯得主也是奥运会诗锦赛的冠军张一宁 一起和我为大家解说时评赛 大家好 刘诗文是本次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二号女子单打选手 种子运动员 她等于是在第128位 下半区 下半区 刘诗文的短球非常好 你看 其实这个队员发的是有点侧弦的 她摆的这么短又这么低 刘诗文的技术特点很突出 清零快 特别是她的反手的快丝 她的上悬球的衔接 张一宁比我更了解刘诗文 因为也和刘诗文交手过很多次 是的 你对刘诗文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印象 我觉得刘诗文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如果他真的赢过你一次以后 他就好像把你琢磨透了似的 对 他就永远不会怕你了 然后要是输了呢 输了他就会一直在研究你 在研究 对 特别用心 是的 他技球很琢磨 罗马尼亚的这个斯佐科斯啊 这个运动员呢 从他的站位到他的机球时间和他的技术动作 我们看到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老式的一个欧洲的这样一个打法 就比较偏反手 有一个比较反手 谢谢 是 对 一 对 一 对 对 刘诗文现在很简单 这次世纪赛也是奔着冠军来的 是的 因为他出道也有很多年了 所以也经历过一些低谷 像莫斯科士兵赛 非常渴望 在本届士兵赛上 能够去夺取这个宝贵的冠军 刘诗文的上手意识很强 速度特别快 比你想象的要快 加速再加速加摩擦 好球 刘诗文的球啊很有特点 反手的快撕和正手的小动作 它是一个套路 8比5 刘诗文呢 在本次世纪赛之前啊 亚洲杯的比赛是输给了冯天威 对她呢是有 一段时间的这个影响 但是通过孔令辉主教练 刘国梁总教练 给他做了很多分析 也做了很多思想工作 最后他终于想通了 在后期的封闭训练当中 也能够 很好的完成 训练 对 其实有的时候输一点球 并不可怕 倒能看出问题所在 你知道吗 特别是大赛之前输点球 对的 是一个对自己的一个 能够摆正位置 去打好试拼赛的一个 把坏事变好事 这样的一个契机 11比6 刘诗文赢下了第一局 第一局还是大家都在试探对方 但是也看出这罗马尼亚的这名选手 球呢稍微的单调一些 对 这也是上选好的 但是这也喜欢白短 我看 也是打进台的 张亦宁你看 这个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也有很多夺冠的 这样的一些人物 你有没有感觉到 就是说 其他也有可能一些 年轻的选手会 带来意想不到的这种冲击 女线上太难了 我觉得 女子选手 还是你看中这个李小霞 和丁宁 特别是丁宁 也是你的队友 是吧 那么这次比赛 丁宁虽然在技术上不占优 可以说 但是她的这个心理素质 和她的毅力 她和一般女运动员 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 她的这种综合的素质 我觉得还是挺高的 挺能拼的 在场上 我们来看这个刘诗文 第二局的比赛 刘诗文那球啊 我总觉得前面都没问题 你不用看 你觉得就 你闭上眼睛也能听出 她的球非常顺畅 不会遇到什么太大麻烦 但是呢 把刘诗文放到 特别大一个场地 特别大一个比赛 就真要命的时候 真要命的时候 你就觉得 容易出现问题 刘诗文的球就感觉薄 不知道薄在哪里 就是先是 防守出现问题 然后第一本上手 他因为本身身高 不是很高吗 他防守一空的话 就人家往后坐了 坐了以后 很容易就把他 就打退了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也是最可怕 教练也摸不准 他什么时候 就是容易犯这些老毛病 另外张艺盈 就是你的防守啊 真是 这个肩不可摧啊 这个防守能力 我认为啊 在历史上 这个女运动员 攻球选手当中 你的防守 真的是非常的过硬啊 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下 你看那天 你做那个世评赛故事的时候 也放了一段 你和郭艳的那个决赛 其实最后 包括你那一批人 像跟你打过 像牛建峰来 或者其他很多很多运动员 他们就拉不死你 到最后 你就首先在防守上 你不怕不虚 我觉得练的时候 我只先从第一板防守开始练 就对方第一板下拳拉 我不能乱丢 而且不能乱丢的情况下 要防得稍稍有点质量 然后从这开始练起 就是你最最要命的时候 特别想赢的时候 这永远是我看家的本事 我不会丢这个球 所以慢慢自有自信 觉得自己防守有信心了 然后再把后面相持架起来 是这么慢慢练的 你这防守就是一点一点练出来的 你觉得 对 得多少年能练出来 这种防 第一板弧圈 其实真的需要一定的功夫 的稳定性 现在的他们 你看他们队员 年轻队员 你问他们 哪个是你们自己的看家本领 他们不见得说得出来 没错 这点上是和前一代 像你这样的选手当中 一个比较大的 这个差距 就是练成铜墙铁壁式的 中国长城式的这样的 防守坚不可摧 其实相持 大家中国队都会 这相持能力都很强 但是你的节奏很关键 你有你自己的特点节奏 你不能跟着对方走 这样气还能长 但是这个 你觉得防守的这种灵魂是什么 是不是以柔可刚 我觉得不是 你不能把它想成防守 你要想成防 你就觉得是被动 你要想的是 你是主动在进攻 而且或者是主动防守 别看家伙两个主动的字 你从思想上又改变了一下 你不能说我防防 你看我到中台 真正防高球并不多 我觉得那个就是 彻底是在防守 所以我的概念就是 这个是防守 所以不会防高球 这样吗 对 我看你的防守 我就是主动防守 我看你的防守 在大赛当中 几乎 主动性的防守 几乎不出问题 好球 这个也是刘士文的 一个特长技术 就是正手小动作的 快速回头 是的 这些球 这些球都打不到 就是运动员的心理和思想 还没打到后边呢 是的 就没有什么太多的 他的想法 把圈子啊在里面 三十二十四 CON 穿多高速 三十四 CON 千万元 三十四 CON 百分之后 刘世伯接着把球摆了一个短 然后有皮革长 就是有它的变化在 刚才是一个狠错场 怒错场 这个错场直接把别人给错死 直接得分的球 觉得很可惜 这球能没有 现在咱们从这个观众 这个解说席上看 挺多肖球的 女子队员 肖球还是有生命力的 但是打到一定水平以后 再想提高就太难了 包括像中国的舞阳 这次我想舞阳 他需要突破的就是内战 你不突破内战 你没法往前走 是吧 你说舞阳在之前的比赛 外国人 外国选手很少输 几乎保持不败 对国外选手 但是你内战 都赢不了 一场赢不了 那也不行 是吧 你只能走到前16 或者前32 就要止步了 所以我总感觉 这肖球输赢啊 都在于对方 他会不会打肖球 你知道吗 那么女子单打 128个位置 1号种子呢 是丁宁 128号 也就是2号大种子 是刘世文 根据抽签的情况呢 大家都这么说啊 就感觉丁宁抽的签 算是一个上上签 前面是尼日利亚的选手 然后第二轮 今天的比赛 丁宁呢 是对波兰的 独臂少女 纳塔利亚 纳塔利亚也是一个 励志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典范 她是 有一个手臂 是有残疾 但是呢 她一直参与健全人的比赛 而且获得了很好的成绩 她场上有那种拼搏精神 那么下半区 我们看到啊 就是这个 刘世文的 他们说签运不佳啊 几乎是 抽到了最坏的一个情况 前两轮还可以 比较弱 然后从第三轮开始 第四轮 接下来 她就是和朱玉玲 李小霞抽到了一个半区 半决赛潜在的对手 是李小霞 我看人给我写的这个东西 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多余的 你半决赛碰李小霞 这个比赛不仅仅是 世锦赛的经历 只打一个半决赛 还早着 还早着呢 然后呢 你前面的经历 如果说你调的好的话 你状态好 这个出了 开始出这个 最佳状态的时候 有可能你到半决赛 赛的时候 你打李小霞 你也会可能很轻松胜出 这个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不能说你上来等着半决赛 李小霞不好打 那你前面还有好几轮比赛 你得一轮一轮的这个出状态 我觉得对于中国运达来说 除了第一有价值以外 第二都跟后面 说的没什么区别 就是个比较追求这个冠军 我觉得现在啊 就是说世界乒乓球的这种发展 更多的我想通过世平赛 而不是是追求哪一个冠军 而是把这个乒乓球 让他能够普及 能够有更多的人去参与 全民健身 全民参与 快乐乒乓 就像苏州提出的这个口号 我爱乒乓 是吧 这个我觉得就是普及方面 最关键的是 大家都能喜欢 不仅仅是职业的人在玩 对 其实刘诗文这个打法 在真正的体育馆 大馆打还是有一点 有点空啊 吃亏的我觉得 动作小 他身高 身材也比较矮小 对 而且就是出来以后空 整个这个馆 球速慢 速度出不来 馆越大 他的速度就越受限 所以他尽量在前三板弄死人家吧 这个打速度的人啊 包括像刘诗文 就是他怕的什么 怕节奏变化 他怕慢的 不是你慢的 他怪不起来他难受 合身有劲使不出 对 这个外国选手 他跟刘诗文打 他也重在参与那种感觉 没有说非赢不可 就在场上能多待一分钟 是一分钟 就这种感觉 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对 我们看到这是中国女拼的主教练 孔明辉 那么在这次比赛之前呢 我也特别去探营 去了厦门和成都男女队的封闭训练的基地 整个这个感受啊 就是现在的封闭训练啊 确实内容比以前丰富了 运动员的文化生活和文化学习 都和以前有了很大的这个改变 有很多活动啊 现在又晚上学英语 然后又有瑜伽 然后呢 又有去参观 然后走进校园 然后有一些社会活动 就很丰富 全面发展 对 全面发展 所以反观这个 罗马尼亚的这名选手 斯科 斯索克斯 我觉得他应该从这个 就是打法的发展上面 嗯 要早早地把这个方向定下来 对 什么方向呢 你到底是靠速度 还是 你的这个打法类型 到底靠什么 我觉得他这个都不太突出 是的 他这个是在进台攻为主 还是拉呀 为主 你看这种球 这种球 那你看这种球 你就不如改正交 对 他其实就是打为主 我觉得还是偏打 对呀 你看他的那个师 算是他的前辈 师姐吧 这原来的师姐 紧张在42届 我前面说过 获得过第三名的 那个巴迪斯库 是的 罗马尼亚原来很强 巴迪斯库 乔苏都是很强的 巴迪斯库的这个球 他就两边正交 两边删 可是有威胁 你像这种球 反交打过来 他就没有太多威胁 因为他不占速度 不占速度 不占速度 嗯 容易直旋转而且 对 这个是 我给你 我给你 这些基础 是 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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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给你 你 我给你 好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接着和 大家非常喜欢的 大满贯 得主 前奥运冠军 世界冠军 张盈盈 一起来欣赏今天的 女子单打的比赛 你看这个球 就是说运动员呢 他一定要有一个 很有特点的东西 是你风格得定下来 反交你就是说 打这个鸡打型 以撞击球为主 反交就很难 我觉得很难打出来 所以你不如换正交 是吧 可以考虑换换反手 比如说 正交 李嘉威时候 正手正交 正手正交比反手 反手正交好练 对 如果反手 他这个不好练的话 他可以打反交 正手可以改一下 我觉得这个 稍微相对好练一点 刚才讲到 罗马尼亚的 这个打法风格 其实非常凶猛 历史上 罗马尼亚 也是一个传统强队 对 他基本能照着台面 没有什么无畏失误 相识特别好 我记得 在上世纪90年代 他非常突出的 就是刚才给大家介绍的 巴迪斯库 乔苏 打球都很冷啊 对 很冷 全是冷板 力量的大 生猛行 我们那时候记得 跟他们交手过很多次 就罗马尼亚那个 每次见面的时候 都感觉他们很严肃 就是不苟言笑那种 也不主动打招呼 就是人很冷 这个我觉得 大腕 大腕是一方面 还是跟他这个 打法有关系 我跟巴迪斯库打过 我喜欢跟他打 因为他速度特别快 我大赛之前前几场碰到他 我能把我人带得紧凑一点 回合又多 我就喜欢打这种 你看你这个想法就特别 特别好 就把一些球啊 作为这个 为自己啊 这个自我暗示的一些 好的想法 使自己啊 各个方面都能产生 一种积极的正能量 对吧 良性循环 我觉得真是塑料球 还有他的特性在 看看大家谁能够 先吃透 发的太高了 这个球 又高又短 最后这个队员防守太逗了 一看低一点没有变成销了 全是切 对没想到 这是特色 特色 对而且还好像就没有直线的保护的这种意识啊 因为这个反教击打的时候啊 你本身就会影响到速度 除了特别杰出的人 你比如说要邓雅萍 邓雅萍正手 也是反教 但是邓雅萍的这个正手的凿啊 正手的进攻啊 那是一般人真扛不住 一直敲着你啊 不是他起手高 全抬的 对他比如说他练对攻的时候 攻球的时候 他的手起得特别高 然后总是高压在进攻 总是凿着你 一直凿着你 你就觉得他这个球利路 很往下走 然后 好得到弧线啊 对他没有弧线 他就往下 我说咱们跟他打的 对就得绝嘛 一直往上抬 因为他是从上往下压着你 那么这是 这是邓雅萍的这个正手的一些特点 所以他不打正教 正教就是风险大了 是吧 但是他威胁也大 所以邓雅萍呢 他这个正手虽打反教 可是他也能打出这种穿透力 嗯啊 这种威胁力度都有 他一般的反教 你看他这个动作 都正常的击球 这个 这种都有弧线的 打过来很舒服的 他没有像正教的那种 刁钻 速度 像刘诗文 拿下了这场比赛 晋级到了32强 也感谢张一宁 参与我们的解说评论 同时在接下来比赛当中 张一宁还会更多的陪伴大家 来一起 共同品味市兵赛 一起来欣赏市兵赛 那么 刘诗文呢 我们也希望他 在这次世界锦票赛的时候啊 能够完成他自己的这个梦想 去争取这样一个市锦赛的一个冠军 好观众朋友们 今天转播到这儿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张一宁 观众朋友们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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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是太快了 你太急 想变通 一定要看球 根据球 一个是根据自己的节奏 怕 有一个有点成就 有点突然就变成 怎么样 你快 打快 接着就要演笑 有不好 要在永远的时刻 再来我们就别 我参加三季在哪 两次第三 一次第二 就半决赛 决赛 也都经历过